我国第一位女三军统帅就是总统蔡英文 今天正式上任 国防部跟各级部队跟军事机构 也已经同步的换上了新总统的预兆 国军弟兄爬梯子卸下马总统的照片 再挂上蔡总统的相片 象征国军无缝接轨 效忠新任国家元首 昨天蔡英明长立委要求国防部应该 通令全军效忠新政府跟新总统 至于总统身为三军统帅 我国国防部外交部等单位 都得照国旗国父一项及元首预兆 悬挂要点来悬挂元首的预兆 而前总统马英九的照片 则是依规定上缴保管